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向中国人民和飞行员王伟的家属申表歉意 美方还就其飞机未经许可而进入中国领空 并降落中方机场 向中方申表歉意 鉴于上述情况 我刚才说 并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中国政府决定允许美方机组人员 在履行必要的手续后离境 但我在这里还必须指出 撞击事件还没有完结 中美双方还将继续就此事件 及相关问题进行谈判 根据国际法和中国的有关法律 中方完全有权对撞毁中方飞机 非法侵入中国领空 并降落中方机场的外国军用侦察机 进行全面检查 中方将根据调查结果对飞机做出处理 我这里提到的美方机组人员 当然包括美方机组24名人员 全都包括 美国派飞机到中国沿海空域 从事针对中国的侦察活动 是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 我们要求美方认真对待 中方的严正交涉 停止美军用飞机 在中国沿海附近进行侦察飞行 并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incidence